晚上1点钟了那把家伙来了 不知道要帮帮我下 啊 卸车了 哎 我的一天浪费掉了 2点钟了 今天只有4个人 下雨天比较麻烦又掉了个头 原来在这边去 2点一刻 血亡了 先开出去吧 马上5点10分了 本来想想今天已经没戏了 然后刚刚接了一段到新仓 去装什么东西呢 怎么讲呢叫 平衣用品吧 好像是 一次性的棺材 不要怕 这也是算积德的事情吧 我们等会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 出发 请使用内置导航 出发 全程59公里 大约需要一小时二十四分 即将在 走高速过去 58公里 他之前有一个到长洲的 那个单子没弄成 也是这个货 然后后来又下了一个无锡的 那无锡还近一点 那我们把这个无锡的 弹下来了 走了 蓝天大球的灯都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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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都亮了 又来到熟悉的白鹤 从这里山口树 山口树 潤茯苓 茯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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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茯苓越来越大了 茯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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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倒出来了 装货了 好 塑起来放了 这些车必须帮我满了 搞定了 满满一车 晚上八点钟了 新昌这边去无锡的货转完了 已经和对方联系了 明天一早卸货 人家也等着用 其实我的心情现在是很沉重的 是去年还是前年我们回陕西探亲 我丈母娘说了一句 这老天爷在除人呢 我们坚持了三年 最终还是有一部分老人 没能熬过这个冬天 迎来春天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